麻煩帶你關心在立法院最新狀況 在日前立法院這邊是通過了立院職權行使法 是通過了接下來賴清德就必須要到立法院這邊來進行國情報告 而且是採急問急答的方式 不過呢在昨天行政長卓榮泰 他到立法院來拜會藍綠黨團的時候 立法院的黨團總教傅崑琦卻是告訴卓榮泰說 接下來賴清德的報告可以只報告不回答 這也讓黨內的立委大感錯愕 覺得說那難道我們修法是修假的嗎 對此傅崑琦跟國民黨立委有最新回應馬上來聽 立法院三讀通過的職權行使法 一直到我們送出立法院大概半個月的時間 到總統府公告還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我想我們再一次請賴總統把握時機 把握時機國家通過的法律 我們一定照相關的這些來執行 這是非常明確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們再次強調總統要帶領國人推動國政 務必讓全國兩千三百萬人都知道 國家要走向哪一個方向 多溝通 多讓人民瞭解 而不要像蔡總統過去七百多天的聲音 人民都不知道國家要走向何方 國民黨本來就是非常的民族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相信賴總統從我們跟他同事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本來就是非常積極 所以我願意相信他如果來到立法院呢 他應該會用他高度的智慧回答立法委員 也就是民意所希望知道的他的政策方向 好 可以聽到國民黨立委楊琼英呢是委婉的表達 希望賴清德還是到立法院除了報告之外 還是可以進行疾問疾答的部分 而昨天在深夜的時候 國民黨的新生代立委徐曉星也是在臉書提到說 如果總統只是來報告不回答 那就是把立法院當作總統的秀場 可以看出其實在國民黨內還是有不同的雜音 也難怪畢竟現在都法案都已經三讀通過了 復婚起義卻又拋出這樣子的說法 也難怪讓國民黨立委大感錯愕 以上就是我們在立法院 掌握到的最新情形